刚刚我们做的这个例子呢,就是演示了这个什么,事件冒泡,是吧,就是说我们的子级的发生一个事件会往复级传,是吧,复级的话,如果复级会接到这个事件,啊,如果这个事件复级绑定了函数的话,那么复级就会执行这个函数,是吧,那么执级完之后怎么样呢,它还会接着往上传,是吧,啊,有相同的事件,啊,记得是相同的事件,是吧,我们绑定的都是克里克事件吧,啊,好,那么接下来我们 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例子中的话,我们这个什么呢,这个是子级,父级,还有grandfather,是吧,然后他们的顶级是什么呢,他们最上层还有一个级,啊,最上层的顶级是什么呢,那么就是什么呢,body,是吧,body也会往上传,再往上传的话是什么呢,还有一个顶级,啊,顶级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就是什么,dollar,什么呢,啊,document,啊,document,啊, 好,大家记得这个东西是这个所有的什么呢,标签的顶级,啊,就是多了什么,document,啊,好,document,就是这些什么标签的最上一级,啊,最上一级,记得啊,比如说我在那个document上面绑一个事件,啊,比如说哪一个,也哪一个克里克,是吧,克里克,然后哪一个什么,方格选,是吧,然后这个时候的话,我让他弹出一个alert的一个什么,是,是吧,好,是的话怎么样呢, 那么这个地方是不是阻止了世界冒泡,是吧,阻止了世界冒泡,啊,如果说我把这个这一句取消,是吧,把这一句取消,啊,取消的话它是不是会往上传呢,接着往上传,啊,来看一下,啊, 那么的话这个时候是怎么发生的,就是先点这个上吧,上点击之后弹出一吧,好,一传到负级,弹出二,是吧,二传到这个什么呢,再传到grandfather,弹出三,grandfather再传到什么,再传到顶级吧,是吧, 然后是弹出是吧,啊,就是说这个是的话是代表document,document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指的我们整个文档,它的意思就是整个文档,啊,它是所有什么标签的顶级,啊,就是整个文档,啊,整个文档,啊,那么你大概可以理解成是什么呢,是这个html,可以这么理解,啊,可以理解为是html这个标签,是吧,这是顶级,是吧,啊,好, 这个的话就是关于这个,呃,阻止这个世界冒泡的它的传递的这个过程,是吧,啊,如果说我们把这个阻止世界冒泡写到这里来,是吧,假如说我把它写到这个,写到这个负级这里来,是吧,写到这里来,是不是这样的啊,写到这里来啊,好,这里来这么写的话还不行吗,还必如传个参数进去,是吧,这里来一个event,是不是这样的啊,event,啊,好,event之后,然后再看一下,这个时候, 是怎么呢,先是它弹出来吧,然后它往上传吧,传到负级吧,负级弹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就阻止掉了吧,是吧,就说这个时候怎么,只能弹出一二吧,是吧,来看一下啊,好了,刷新一下,是吧,好,点击它,是不是只能弹出一二,啊,再弹出二,是吧,二的话在这里什么,卡断的吧,是吧,就停止了,是吧,就像流言一样,是吧,流言这一个,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是吧,好,到了一个什么, 流言止于智者,是吧,这个人觉得这个是扯淡的,我就不传了,是吧,比如说那个流言什么样,你不做什么事情,会什么样,会什么样,是吧,我才不信这个呢,是吧,我就不传,是吧,那么这就停了,是这个意思,啊,好,好,这个时候我把这个document点了一下,是吧,把其他地方点了一下,这个属于document了,是吧,那么的话就是传出事,啊,好, 好,那么我们理解了这个什么呢,这个世界冒泡这个原理之后的话,我们来做一个例子,啊,什么例子呢,啊,这里面,什么例子呢,啊,呃,有一个什么,页面堂框的例子,啊,页面堂框的例子,啊,页面堂框之前呢,还要说一下这个阻止世界冒泡,啊,阻止世界冒泡,啊,实际上怎么呢,还可以有什么呢,比较简约的写法,啊,比较简单的写法, 什么简单写法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世界冒泡,啊,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什么,阻止默认行为,阻止默认行为的话,也是用这个event的什么,pervent default,是吧,这是阻止默认行为,然后的话,这两个怎么样,可以合并成一个写法,啊,就这个就比较好了,什么意思啊,就是写一个return force就可以了,写return force就可以,做这两件事情,啊,既可以阻止世界冒泡, 也可以什么,阻止默认行为,啊,比如说我们,上次个是不是演示过这个菜单的提交,啊,啊,表单的提交,是不是演示过,我们是用了一个return force,吧,return force就可以阻止这个表单自己的提交行为,啊,那么实际上它的完整写法是,用什么,event点什么,pervent default,吧,是吧,所以这个当时也比较难写,吧,是吧,这个当时比较难写,啊,而且这个什么呢,stop propagation也比较难写,吧, 所以说我们知道有这么个写法就行了,我们怎么样,就用一个return force就行了,是吧,一个return force,啊,然后的话我们也不用写这个event的对象了吧,是吧,不用写event的对象,啊,直接写一个return force就可以,同时阻止这两个,啊,那么大家后面如果是碰到项目里面,有很多地方会写return force,那么大家记得啊,它是什么呢,有两个功能,一个是什么呢,阻止默认行为,还有一个阻止世界冒泡,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还可以什么,结束还是什么, 是吧,是吧,实际上是有这三个功能,啊,好,好,好,这是关于return force,啊,好,那么这个的话就是大家了解一下就行了,啊,一般我们也不用这么,不用技术这个了,是吧,这个比较很少用,啊,很少用,包括前面的这个什么呢,soft propagation也很少写,啊,大家记得有这么个东西就行了,啊,好,一般我们都写的什么呢,return force,是吧,return force,啊,好, 那么稍微演示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的话,如果是什么呢,这个father想阻止这个什么,世界冒泡,是吧,好,假如说我写一个什么,return force就可以了,是吧,好,return,return,啊,flse,return force,是吧,alse,啊,好,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怎么样呢,这个father就阻止了,是吧,好,father就阻止,是吧, father就阻止了,我如果点三的话,在这里是不是就要掐断了,是吧,好,那么我们来演示一下,啊,好,这个,好,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之后,比如说我点三的话,那么就是弹出一,弹出二,是不是这样的,弹出二,二上面,二上面已经什么,二上面阻止了,是吧,二上面在这里已经阻止了,是不是这样的,好,我把这个写到grandfather上面去,是吧,好,grandfather,那么我想让grandfather弹出三,是吧,怎么办呢, 我在grandfather上面点击,是不是可以啊,我在它上面点击,是不是可以啊,好,点击它,是吧,点击它,是吧,点击它,是吧,它是不是弹出三的,弹出三之后,然后没了吧,它没往上传吧,它没传到这个四吧,是吧,好,如果说我把这句注销掉,是吧,取消掉,啊,那么就是什么呢,grandfather什么,点它,它会弹出三,然后怎么样,还会弹出四吧,接着往上传,是不是这样的,好,这就是什么呢,这个,这个什么呢, 主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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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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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旨 好,就这么写啊,就这么写,用returnforce就可以了,好,好,那么这几个说完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个例子啊,就是关于这个堂框的例子啊,堂框的例子,是吧,堂框我们前面做了很多次吧,是吧,各种各样的堂框啊,这堂框这个交互的话,实际上在我们的实际,实际开发中有很多啊,堂框是一个什么呢,跟用户,跟用户交流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其实经常做的这个堂框, 好,然后系统的堂框是不是很丑啊,是吧,系统的堂框不好看的,一般我们自己用个DRV来设计我们自己的堂框,是吧,这个的话可以,根据我们的样式来自己写,是吧,比较好看一点啊,好,那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堂框啊,这个堂框它是什么呢,就是点击堂框外面什么呢,关闭堂框啊,点击堂框外面关闭堂框,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好,我们来做一个堂框吧,很快来做一个堂框啊,比如说拿一个00, 这个是堂框啊,这个是堂框啊,这个是堂框吧,好,先来一个,先把布局写出来,是吧,US5的页面,然后这个呢,堂框的话怎么样呢,就是先有一个按钮,点击这个按钮来弹出它,是吧,这个 BUTTON啊,这样一个按钮,然后这是,value等于什么呢,这个弹出吧,弹出啊,好,这个按钮的话就是什么,等ID等于一个BTN啊,等于BTN,这样一个按钮是吧,然后的话是堂框是吧,堂框的话我们是怎么做的呢,我们之前是,先来一个DIV class等于什么,这个 这个pop.com吧,这个是把堂框整体的包住,是吧,包住啊,包住的话,然后堂框里面有个什么结构呢,一个是堂框,还有一个是它背景吧,背景有个什么,黑色的什么,有个黑色的背景,是不是这样的啊,半透明黑色的背景,是吧,然后这个的话,比如说这个是class的,什么pop啊,这是一个堂框,是吧,堂框啊,比如说这里面有个堂框啊,好,堂框,是吧, 堂框里面的文字啊,好,等于后我们把它再来优化一下啊,好,这是堂框里面的文字,然后的话,再来一个结构是这个堂框的什么呢,mask吧,是吧,堂框后面有个黑色的背景吧,mask,是吧,好,这样的啊,好,大概是这样一个结构,是吧,这样一个结构啊,这样一个结构的话,然后我们来写一下它的样式,好, 好,写什么样式的啊,这个是写件S啊,写样式的,先写样式吧,好,样式的话,那么首先是先写这个堂框的样式,是吧,堂框的这个pop,是不是这样的啊,pop,pop呢,它的应该是一个固定定位,是吧, 那position给它来一个fix的固定定位啊,然后宽度假如说是500,500px啊,高度是300,300px,好,然后给它背景色给它来一个白色,是吧,白色,然后它来一个像素的边框啊,呃,三个像素吧,粗一点啊,3px,solid的,solid的,给它来个黑色,是吧,好,这样一个堂框啊, 这个堂框的话是相对于页面水平垂直去中吧,所以说我们做什么呢,给它来一个什么呢,left的是吧,left给它来个什么,50%吧,50%啊,50%,然后是tof也给它来个什么,50%,是吧,那么这个时候它怎么样,它是不是在,它的左上角在页面的中心呢,大家看一下,是吧, 这样一个框啊,是吧,这个左上角是不是在页面的中心呢,左上角在页面的中心,是吧,现在我们把它拉回去,是吧,拉回去啊,拉回去啊,就是用margin什么,负值吧,margin left给它来个负的,负的250px,是吧,好,margin top 给它来个负的,负的150px,是吧,好,好,大概的把它拉回去了吧,拉到这个正宗的位置,是吧,那么算的准的话还得什么,应该是,还有边框的这个粗细吧,好,这个我们就忽略了啊,边框应该加上去,是吧,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个什么呢,这个弹框啊,这个弹框,好,接着再来看一下这个弹框里面的这个什么,弹框的这个什么,周照吧,mask,是吧,好,mask的话,那么它是什么呢,它在弹框的背景上面,是吧,背景上面啊,好,那么的话这个mask,它的position的话也是来给它来个fix的,是吧,固定定位,然后它的宽度是100%,是吧,好,高度也是100%,啊,高度也是100%,啊,高度也是100%,啊, 然后的话,它的背景色的话给它来个什么呢,来个什么,可以用RGBA吧,是吧,它如果兼容的写法,先写个黑色,啊,然后把它什么呢,opacity给它拿一个什么呢,0.3,是吧,0.3,啊,然后是filter,filter,什么,filter,然后是alpha,这个是alpha,然后是什么,这个opacity, p-a-c-i-t-y,啊,等于这个30,是吧,这是兼容性写法吧,兼容写法,啊,这是兼容IE的,是吧,兼容IE的,是吧,兼容IE的,这是什么,兼容其他浏览器的,是吧,好,然后的话,这个mask的话,它怎么样呢,它的left应该是0,是吧,左上角可以起吧,好,pop也是0吧,pop也是0,啊,好, 然后的话,这个pop应该是盖在这个mask上面吧,是吧,然后的话可以怎么样,它们整体应该盖在所有元素的上面,是不是这样的啊,盖在所有元素上面,所以说,它的zindex给它一个很大的值吧,比如说是9999,是吧,好,那么它的zindex给它拿一个什么呢,比如说9990,或者998都可以吧,990,是不是可以啊,这样子啊, 好,反正这个东西要比它小吧,比它小就行了啊,好,这么写完之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再来刷新一下,是吧,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吧,这样子一个什么,堂框,是吧,这样一个堂框啊,好,堂框是做出来的,是吧,好,堂框做出来之后,那么整体的应该是什么,默认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隐藏的吧,隐藏的啊,好,隐藏,好,隐藏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就是, 我们是,我们是这两个什么,这两个是不是被这个drb包起来的,是吧,如果我们把这个drb设置为display run,是不是就可以把它两个都藏起来啊,是吧,所以说直接写这个,这个什么呢, pop,con,是吧,它的什么,display是不是run啊,好,好,这个的话就怎么样呢,就是隐藏起来的啊,隐藏起来,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做什么呢,就是想点击这个弹出的, 这个时候这个弹光弹出来吧,弹出来啊,好,这个好多,是吧,来看一下啊,首先把这个GS引进来,是吧,然后这个什么,S21等于这个,这个GS里面的这个什么呢,jcord,是吧,好,然后再来写这个GS啊,同样的我们先要获取它吧,获取它之后写写什么呢,写$ready吧,是吧,好,我们可以把这个GS写到下面来, 写这个也可以吧,这就这么几个元素,是吧,这么一个元素啊,随着这个BTN吧,是吧,好,多了什么,function啊,function啊,tln啊,function,然后是什么呢,这个按钮点击的时候,是吧,我可以直接写这个按钮啊, 是吧,多了这个金号,btn,是吧,然后是什么呢,这个click的时候吧,click,dl-i-c-k,click的时候是吧,function,然后怎么样呢,让那个什么呢,让它写出来吧,写出来啊,好,我们就可以这么写,是吧,比如说是点pop, pop,然后是,啊,dollar,是吧,dollar,然后是点pop,don,是吧,它怎么样,它拿一个秀吧,秀是不是要显示出来的,秀,或者是飞得,飞得硬是不是也是显示啊,飞得硬啊,这样的话就是效果稍微,什么,效果好一点,是吧,稍微柔和一点,是吧,好,这么写完,这么来看一下啊,来刷新一下,是吧,刷一下之后,这个时候点这个弹出,是吧, 点这个弹出,是不是显出来了啊,好,这样子是吧,弹出啊,好,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想做一个什么效果呢,大家有没有注意到有些弹框啊,有些弹框我们在点这个弹框旁边的时候,是不是也可以把这个弹框隐藏啊,比如说我点这个弹框是没事啊,我点这个弹框旁边的地方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弹框也可以隐藏啊,好, 这个弹框旁边的地方相当于是什么呢,相当于是Document,是吧,相当于是Document,相当于是Document,相当于是Document,或者是什么呢,这个Mask吧,相当于是这个Mask啊,好,我们可以什么,把这个放在Mask上面,那么一般的话我们是放在Document上面,是吧,放在Document上面啊,好,那么的话,如果我点Document,是不是可以把它藏起来啊, 那么可以怎么写呢,是吧,写什么呢,那么就写这个,是吧,比如说Dollar什么呢,Dollar Document啊,Document,是这样的啊,然后什么,Click的时候吧,好,Click的时候怎么样呢,Function,是吧,Function啊,然后让这个什么呢,让它什么,Fade Out吧,Fade Out啊, 是吧,是吧,好,那么我如果写这个之后,大家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有什么效果啊,是吧,有什么效果啊,好,我写这个之后,我来刷一下这个页面,是吧,一开始它是不弹出的吧,一开始不弹出的啊,好,比如说我点击一下这个弹出啊, 点弹出,再看一下,有什么效果啊,看见没有,是不是先,先出来又,又消失了,什么样的啊,对啊,那么这个时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这个世界冒泡吧,我这个Click是不是又传到它了,是吧,好,我先点它,点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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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出来,写出来,写出来,又传到它了,是吧, 它又把它隐藏出来,是吧,是不是隐藏进来了,所以这个什么,这两个是吧,实现不了吧,是吧,实现不了这个效果,是吧,它压根就显示不出来,是不这样的啊,我点它,它想显示,结果又隐藏起来,压根,压根就躺不出来,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如果什么,我们用阻止世界冒泡,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吧,怎么阻止啊, 就是这里,这个地方写个return force,是不是就解决了,是吧,return,FALSE,是吧,这个是不是就解决这个问题啊,是吧,我们再来试一下,是吧,好,我来刷新一下,比如说点击它,是不是弹出来了,弹出来了吧,好,我再点击一下它旁边,是吧,是不是隐藏了,没问题吧,是吧,隐藏没问题啊,好,弹出,点击它旁边, 隐藏,没问题,是吧,好,这个再来看一下啊,弹出,是吧,如果我这个弹框里面有东西,我想输入东西了,比如说这里面有个input框,是吧,好,我把弹框点一下,结果它隐藏了,这是不是有问题啊,假设我来写一下,比如这个弹框里面有东西,是吧,比如说有个弹框,它就是让你输入东西了,是吧,比如说这个弹框的文字,然后这里面有个input,是吧,然后type等于type式的,比如说它让你输入一点东西,是吧, 比如说这个投资金额,是吧,投资金额,是吧,好,让你输入钱,多少钱,是吧,输入钱啊,好,这个时候的话再来看一下啊,好,来刷新一下,是吧,刷完之后,然后我点弹出,是吧,好,这个地方要投资金额,我输入一个,怎么样,没了吧,我正想输入,想投个一万,是吧,如果你不让我投,是不是这样的啊,这个也不好吧,是吧,好,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是因为什么样,那个,这个上面也有click事件吧,我点它,它是不是也往上传呢,这个,这个什么,这个pop,是吧,这个,啊,来看一下啊,它是怎么传的,我是不是先点它啊,点它,它是不是传到它上面去了,它上面没有click的什么函数吧,它往上传,是不是传到它了,是吧,然后它也没有什么click,它接着往上传,传到它,是吧,然后它再往上传,传到什么,document的上面去吧, 传到document上面去怎么样,传到,执行的这个是不是这样的啊,是不是执行的这个啊,执行这个之后怎么样,又隐藏起来了吧,好,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必须在这个pop上面是不是也来一个阻止世界冒泡啊,是吧,那么我们怎么写呢,在这个dollar什么呢,dollar什么呢,这个啊,这个pop上面,是不是啊,pop上面,然后我们把这个世界冒泡给它在这里掐断了,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在这里掐断了,是吧,好,pop,pop,pop然后什么,click的时候吧,然后来一个什么function,是吧,拿一个function,然后怎么样,直接写个returnforce就行了吧,不做什么事情,它干嘛呢,就把这个世界冒泡,让它这里这里停掉,别往上传了,是吧,alse,好,这个时候再来看一下行不行,是吧,好, 来刷一下,是吧,刷一下,然后点弹出,是吧,好,点旁边,没问题,是吧,好,点弹出,然后点它,没问题吧,是不是可以输入东西啊,这个没问题吧,在这里点都没问题,是吧,在这里点都没问题啊,在旁边点怎么样,隐藏吧,好,这就是什么呢,阻止世界冒泡,是吧,需要什么呢,需要应用的地方,是吧,好,有时候就是说我们需要什么呢,是不是阻止这种行为啊,是吧, 啊,就是阻止世界冒泡需要做的地方啊,如果说怎么样,如果说没有这个致死点的话,可能这种效果是不好做啊,真不好做,是吧,好,你想点旁边把它隐藏,然后点它的话怎么样,又不让它隐藏,是吧,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就做不出来吧,好,这是关于这个世界冒泡的阻止的一个很实际的例子啊,好,那么我们还是把它做起来吧,比如说这个地方,一般这个按钮都有一个什么,关闭按钮吧,是吧, 关闭按钮啊,我们可以做一下,比如说这里面,来个关闭按钮吧,好,这里面再来一个 这个关闭按钮,叫做来个A吧,等于什么,这个 警号,是吧,这里面是一个关闭,是吧 好,关闭 乘号 好吧,这个吧,是吧,这个啊 好,这样的一个什么,关闭,是吧 好,关闭的话,那么一样的是吧,我们就就给它一个ID,是吧,ID等于什么呢,这个 等于一个shut off,是吧 close啊,close啊,close啊,close,最直接的啊 好,那么的话,这个的话,给它来一个什么呢,class也等于一个什么呢,close吧 close close的时候,那么怎么样呢,给它一点样式吧,是吧 点close啊,把它做全的啊 close的话,那么它怎么样呢,它的什么,给它来一个又浮动吧 float啊 right,到右边去,是吧,右边去,然后它的风的size,给它来个30吧 30px 好,那么看一下这个东西排到哪去了,是吧 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啊 刷新一下,弹出来看一下,那么是这个地方吧,这个地方啊 好,这地方点击它之后怎么样,是关闭吧,给它关闭啊 它今天关闭一样的,就是 直接汇取它,它就行的,是吧 好,这个是多了什么呢 多了这个,多了这个 多了这个 这个close,是吧 close啊 好,多了close,然后是click的时候,是吧 click的时候啊,click的时候啊,一样的,faction是吧 faction啊 好,faction,然后是这个什么呢,这个fade out吧,一样的啊 fade out 好,这样就行了啊 好,这个的话,再来运行一下,是吧 然后点弹出,是吧 点弹出,然后点这个close,是不是关掉了,是吧 关掉了啊 好,点弹出,然后点其他地方,关掉了,是吧 点弹出,然后点这些地方,没问题,是吧 好,完了之后点,关掉,是吧 就关掉了 好,这个就是完成它的一个完整的功能了 好,这是关于什么,阻止世界冒泡,做了一个弹框的例子啊 好,点弹出,好 好